Hello,大家好,我是Aby,欢迎收看生活理财自由自在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KWSP Account 3 那众所周知呢,在5月11号KWSP已经launch了 就是我们的KWSP将会有 Account 1,Account 2,跟Account 3 所以从这个情况呢,Account 1,Account 2,Account 3呢 它的portion将会是75%,15%跟10% 那很多人呢,就会问一个Christian呢 到底要不要拿钱 那多数啦,我看到majorities的这个command呢 都会讲说,诶,不要拿钱啦,拿钱了,退出资金不够 什么等等example,他就会给很多很多的理由 那有些人就讲说,诶,我生活已经很辛苦很难了 到底,应不应该拿钱 然后还甚至有一些command就是讲说,诶,拿钱是一个错妹 所以对我来讲呢,所以我会给你们三个 啊,point 3,给你们分析看看 到底,你适不适合哪钱 那第一个point呢,就是说 应急的情况之下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 去应付这一个emergency 所以对我来讲,政府launch这个account tree的用力 是在于给你create一个emergency fund 而这个emergency fund呢,就是来给你build一个 当你在生活遇到问题的时候跟很焦虑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有多一个account tree给你做选择 来让你减缓你的生活压力 那如果你是面临这个处境的话 没有任何emergency fund的话 请不要把EPF的这一笔account tree的钱 当成多一笔钱来给你消费 而是给你一个机会有一个比较高利息的emergency fund account 那第二个点呢,我认为投资机会 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工 其实我们累积我们的财富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就是在等着一个机会 来让我们可以generate更多钱 所以我们在努力的generate income的同时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portion of funds 是拿来做投资的 所以当你这个account tree 你可以不要常常去看它有多少钱可以拿 而是你就在那边累积一定的钱了之后 当有一个机会 easily可以赚取 more than 5-6% and above the return 的一些account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考虑把一个portion of 钱 拿出来diversification so that它可以fight better than EPF的return so from 这个情况呢 它可以fight better than EPF的return 这样才不会对不起你的EPF account 然后你的退休基金 那第三个点 目前房产的这一个利率 OPR是一个3% 其实已经是怪 让人民跟我身边的朋友开始有讲说 其实非常的压力 所以第三个点就是 如果你拿了这个account tree的钱 是可以减低你负债的压力的话 那ABS觉得到可以被允许去提这个account tree的 因为我认为呢 人呢不健康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有再多的退休基金 它到最后就是一个 Leave a legacy的fund 所以我们也不想把我们自己 辛辛苦苦累积出来的这个EPF的钱 拿来当成是Leave a legacy 所以如果以上你有三个这个点的话 那ABS觉得到你要withdraw account tree的钱的话 其实是OK的 只是看看你本身是怎样去strategize你所要的东西 so that it can make it better than EPF的return at the same time 你也不会对不起你的退休基金 OK 第二个点呢 EPF account tree它launch出来 其实我自己as a financial consultant 我都会有一个顾虑讲说 诶 到底哦 现在你launch出来这个account tree 它的return会不会影响overall EPF的return 所以政府讲 account 1 account 2 跟account 3 的利息讲会是一样 其实我听到这个statement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点开心 开心是在 诶 全部都enjoy same 的利息 而我有一点点的担心是在三个account 如果是同利息的情况之下 那我认为呢 它将会拉低整个overall的利息 OK 为什么我讲 因为最重要就是说 诶 我们可以account tree有同样的利息 意思就是讲说 可能很大可能 它将会是比你的FD 就是你在bank 存的那一张FD 一定期存款会来的比较高 可是我觉得在一个投资顾问的角度当中 那我们其实是看整体EPF的投资组合的 那如果是说 长期啊 EPF 给你这么flexible account tree 也是同样 enjoy 5-6% 来讲 意思 as a fund manager 去manage the EPF fund 它很大可能 它不会把太多的钱放去长远投资的 这一个方向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如果它把多数的钱放去长期投资的情况之下 未必到到那个时间的时候可以拿到那个Return 所以从这个情况呢 我要理清的就是我觉得到如果 flexible就是liquidity的这个钱呢 它放的比较大 portion 因为重点是第一点 它没有办法知道有多少的人民到底一个月到底要用多少钱 它不可能会很精准的知道是一个amount的 所以从那边 可能flexible manager会比较小心的 把多部分的钱放在一个比较liquidity的地方 就是说比较短期的地方 而且短期的意味是什么呢 就是说Return会来的相对之下比较低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可以觉得以个人的立场来看一看 那EPF之后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趋势跟整个Return的overall 很大可能不会比以前还来的可观 这个是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要看长远性啊 不能看短期啊 如果短期政府在announce更高的利息 当然是最好啦 大家都可以winwin 因为大家都有EPF 但是如果相对之下 我自己看回如果有这个accountry的flexible之下 很大可能它是会影响 整个overall的performance returns 所以这就是我对EPF accountry的小小见解 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我自己是搭工人 然后我有contribute EPF 然后这个EPF accountry来讲呢 我觉得它是create对我来讲更多的一个flexible 可以用到我自己的储蓄 so that我可以true out这个billage maybe可以去做申请啊 可以去utilize这个saving啊 我觉得我会去用它 因为最近我会要prepare for 新物质的装修 so以前没有accountry的时候呢 accountry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用s&p 去apply for account2 来拿钱出来 但是这个类它会有certain criteria 就是你要within你s&p的多少年之内 你要去做申请 但是我已经过了 所以我就可以善用这一次机会 拥有accountry then我可以用这个accountry 去apply一些钱出来 会有extra的一些caps 都不会讲用掉我现在的saving太多 那第三点呢 很多人就问我 如果EPF这么稳啊 又可以得到这么好的retern啊 这样我是不是把多余的钱 我都适合存在里面 然后可以赚更多的利息 又不怕亏钱哦 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本身是有一个感触的 那我就分享给你们了解一下 之前我有一个大客户 他其实有告诉我 其实EPF是一个 拿来 对他来讲啦 以一个算是 呃薪水都超过10千 20千每个月的一个客户啦 他就有讲说 其实啊 我身为一个businessman啊 最主要我投资这个EPF 把我存钱在一边 就是拿来避险 那第一个他可以直接想 收到的benefit就是 Fully Creditor 就是当如果他的生意 有什么周准不灵啊 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在他的公司的时候 追债者啊 就是他的debtor 是没有资格去讨回他的钱 在这个EPF account 所以他讲直接让他受贿的 就将会是Fully Creditor 就是人家不能去讨回他的那笔钱 然后第二个他跟我讲的 就是说啊在EPF啊 他本身吼的active contribution 有一个好处就是 当他要去bank啊 借loan啊 还是要去做一些extra的生意 是一个直接证明你的cash flow 就是在你的财政状态上面 他会形成一个很美的record so that大家看起来 你是可以被信赖的 所以在借钱的那个过程当中 会相对之下比较顺利 that's the reason 如果是self-employed的人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他没有consistent去 contribute这个EPF的这个举动的话 可能他在借钱的时候 将会遇到种种的难题 甚至是要用一个一两年来 去build回这个profile with contribute back 这个EPF的contribution 所以这个是他们所分享的 同时他们也给我知道说 如果有一天 我已经 在我做这个business的时候 从EPF已经存到一个million了 我就会stop contribution 然后让他在那边复利 就是compounding就好了 ok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真的是有一个client 他在45岁的时候 他account里面有大概有一个 一个M了 ok so一个M了之后 我就有帮他算过 如果是在45岁的时候 你也已经有一个M了 如果你停止contribution之下 如果我坚持在60岁才来退休 命令才有15年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以一个6%来计算的话 到时候他的退休基金 也已经go去一个 2.3个million了 so meaning is that 每一个10年 他的这个1个million 将会翻倍变2个million 然后在那个一个10年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一个3个million 所以当到他退休的时候 他的钱已经有growth above inflation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也不会再多存了 因为他跟我讲 EPF有一个让他觉得非常不安的就是 没有到你退休的年龄 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拿回那笔钱 所以从这情况 我觉得EPF是属于比较被动的 只要政府的政策上面有一些调整之类的等等的东西 我们都是被email cc的 告诉你现在政府想要做些什么 你要怎样跟 所以很大可能我也甚至跟他讨论到可能以后的portion 因为你可以看到 EPF也开始调整成account1,account2,account3了 那很大可能之后会拷贝新加坡的system也不一定的 就是可能你到到老都好 你还要有一个deposit of fund在里面 make sure每个月政府可以给你一个一笔钱 就好像pension fund一模一样的 所以可能到到你老的那一刻 你也不可能拿完全部你的EPF的钱 也有这个可能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 我认为 EPF account3 你们可以尽可能想要申请的就去申请 想要拿的就去拿 但是 明确的目标跟你想要generate多少钱在EPF 是你们必须要探讨的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怎样得到EPF 1,000,000,000的 可以去看回我上集的视频 我会放在以下链接 那同时呢 我想要推广的就是说 没有绝对的对错 如果你今天选择了EPF account3 你拿来用 其实是OK的 但是 每次你要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平安 哈 So that就是当我们60岁的时候 还可以伸强力壮的去工作 去做自己要做的东西 每次自己是快乐 自己是开心的 那就OK了 那如果呢 那今天为什么特别想要分享一个 account3 其实有很多人问很多 欧选 但是他们其实不真正了解 他们总会觉得到说 诶怎样用什么 loban可以赚更多的钱 那其实对我来讲 只要你所propost的这个东西是符合你的risk assessment的 你要看回你本身的风险评估 适不适合你做 这笔钱如果亏了 是不是否是你能handle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你就去做 那如果不是呢 那你只能乖乖的 就是把那钱放在那边 如果有emangency的时候就拿来用 如果你有投资的这一个机会的时候 那一笔钱刚刚好是你没有要用到的 那你就可以通过风险评估的范围里面去筛选 看你到底能投多少钱 So 以下就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 EPF Account 3 那希望大家可以生活理财自由自在 无需为生活的琐碎是烦恼 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 想要拿钱的拿钱 不想拿钱继续理财的话 也要看清楚到底你要存多少钱在EPF 而不是盲目的存存到自己没有life不开心 然后也要顾着自己的健康 那希望大家生活理财自由自在 我们下集再见 Bye 现在是不会QREN 因为是没有这样快用到这一笔钱 所以你会申请这个account 我还是会申请 但是会把这一个 portion diversify 去别的地方 maybe 可能可以做一些investment maybe 可能可以用在现在的 daily life 有需要用到的话 为什么你会觉得到 这个account可以帮你用在investment 现在的investment 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 different portion 的去选 就是例如我们saving在unitrust 也是one of the investment 然后其他的好像我们那些 my share也是one of the investment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善用这个saving 所以可以来讲的是对于你老的时候 你又不用担心说自己会没有钱用 因为你在before你退休的life 你已经build out 了这个bullet 给你自己 那你会不会怕说你申请了这个 EPF account 它会影响到你的退休生活 我觉得是不会啦 因为我是会continue to工作 then one of the way 就是有income 就是那个EPF 还是会continue saving 所以其实是不会怕影响啦 我这一个东西 好